好了,接著就是下一套 合體 這麼短的合體 創性之大天使 創性啊,誰的性呢 神聖的性 嗯,記住了 不是啊,你日文呢,打謝都是打到兩個字 我剛才差點打錯了就是 那是你的慣性呢 這套就承接回當年的創性大天使的故事 是一萬二千年之後 我想有去過去年CV的人都有看過一個很驚爆的片頭 是啦,很特別的意見 司令摩托的片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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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全新什麼 新製作的那些 那就是今季的創性的新一季 補充上去年和前年的CV 即是這個先行版和第一屆正式版 都有這個河心政治 還有這個Marcos Frontier的人設 Grande Niza小騎 那上年還有一個 整天大家都會見到 不止大河元邦男的 還有一個叫天神英貴 兩位都是很出色的機設 那河心這些東西 整天的機設都是這個人士包辦 今季的創性大天使生日貴 Everlott 就是用這個第一代的一萬二千年之後的故事 其實我覺得沒有了關係 一萬二千年是它的噱頭來的 因為第一代的故事 前設故事是在一萬二千年之前的故事起因 即是好像非聖古戰爭 即是這個故事已經完略了二萬四千年了 人類歷史又沒有那麼久 故事開始 我們的男主角阿瑪塔 就在戲語裡面不務正義看自己的電影 不是他是一個做打工的 也是一個 但戲語裡面沒有什麼人氣 就沒有觀眾 因為播出那一套就是 你當是第一季 其實他播出那套電影 如果沒有看過之前創性的故事 其實他那一幕 即是不算裡面的角色設定的某些東西 阿克里昂就是做結尾那一段的故事出來 即是一個再重現來的 是的 某個程度是一個小小的回顧來的 對我這個無體傳作的 就當是舊的 不用理會他 我覺得很簡單 你沒有看過你當是 世界觀的歷史背景 錯 你當是Gundam OO裡面的電影版 差很遠 你錯了 那套是本體 後面那些是續張 一定不會是這樣 我很肯定 不知道 當年12000年有這套電影 很流行 是12000年的傳說 我要等你12000年的傳說 頂你12000年 那一開始主要是介紹 男女主角 和阿凶他們兩個顏色的雙魚 Mik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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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還值得摧殘 你覺得是摧殘的樣子 他飛起,他HIPER了 所以就是這樣 不只是臉紅,所以要加些鐵 然後他們約會的人,又HIPER過 那又要加鐵 其實一開始其實 雖然現在說一集 實際上是兩集的份量 因為他們叫做禁戰合體版 第一集和第二集合版 這樣去出 第一集 最初的故事 除了你介紹一下 就是現在世界裏面的環境 不過很少 類似威尼斯水 他最初的故事 是介紹旅遊節目式 這樣去介紹的都市 我真是很不明白 但其實有點像 Marcos F第一集 第一,Marcos F 他本身就是因為他們倆是認識的 所以他就要之前多一集 令到他們好像認識了 然後又有敵人集來 機器人出來 其實是一樣的 應該說是很典型的機器人片設定 是一個很典型的機器人片設定 不是說 很慣常說是 河心式的用法 這是很慣例的 很多機器人片都是這樣 主角開頭很正常生活 最後一分鐘才入機 第二集才可以打 大部分影片都很正常 你怎麼說呢 如果有看《無印》的聽眾 其實都要知道 第一集的故事的脈絡 你不要管裡面的內容 他的脈絡跟《無印》的第一集很相似 都是說主角都是在一個不知的情況之下 發揮出他的力量 其實第一集那時候就是 就是《無印》那時候就是因為 阿波羅的朋友被人抓了 而他發揮他人的力量 阿波羅屬高 而這一集呢 他就是因為想救女兒 而發揮他的 真的我們不明白了 這條女兒有事 還有你說在他第一集 他也說了一個跟創性不同的 男性機體只可以跟男性機體合體 女性機體只可以跟女性機體合體 好BL 不是啊 女的那邊是收到遠 男的那邊是軍營 大佬 而呢 那部Arculeon 如果男性那部就叫M型 即是man 女性那部就叫F型 male和female 我想問有沒有S型呢 敵方有沒有S型呢 不好意思 沒有 有沒有Bisex 不是啊 Clear王 不是啊 然後一開始就說 其實是說 經過一萬二千年之後 男女合體已經視為一個禁忌的 他們怎麼做人的 你做了不是禁忌 他那個機械人合體啊 大佬 喂啊 你見不見一出場 哎呀是女人啊 是女人啊 好像沒叫女人那樣 他說這個是禁斷的合體啊 神秘技術啊 他很強調這件事啊 總之就很好笑 很好笑 然後很驚訝 然後就好像一貫機人片那樣 然後就因為有敵人來襲 然後然後就好不好才 主角就 去了大背後 大號去了 不是 真的走得出去 最後他就去大號 然後最後他就去大號 壓住主奶奶的位置 然後剛剛為了救他 就壓住了 其實我開始以為呢 他一大號出來 女人被人抓走了 我要糾正一句 是男主角壓住女主角 然後男主角再被射在背後 被天使翼壓住了 都可以 然後就原本之前說設定的 男性機器 男性的 男性 男性組合 M型 M型 M型的Akaneion 就出現 其實你看到就是 他M型那部機器 其實設定幾次上 無印的時候的量產型 Akaneion 我覺得 那類型是差一點 不是啊 純粹他們不是差問題 因為他們本身地走機 就是行的 又沒有飛 但是敵人會飛 之後還會放 其實呢 本身創性的設定裏面 與其說機體來說 其實是比較著重原素人本身的能力 因為本身的機體裏面 其實原素人本身的特殊能力 會反映在他們的機體身上 就是小宇宙 我不覺得 因為其實 暫時說 你第一集 你看到一些端銳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他那部機器會飛 然後就說 難道這個就是 這個人 不是啊 這個是他原素人的力量 他有提到這件事 應該說每個原素人 其實都有少少少特殊能力 其實是第一季的 有幾個 有幾個 好像有個踢球的 他會射火焰射球 而 然後去到機械人的時候 機械人都會射火焰射球 我先知道 而每一個 每一個 當他們三個合體之後 他們的原素人的力量 是可以一起使用的 當然你說第一集裡面 我相信 那幾件有 其實還沒發揮到 他們原素人的力量 其實是 你看到就是 最初 M型機 真的被人 完全被人壓著來打 然後就派出了 女性部隊 F型機 他以為這個這麼短 男女是不能同場的 其實 我一開始就很奇怪 不可以合體 和不可以同場 你這樣很難做 好像混浴 你永遠都只可以拍一部機械出 其實他一開始 那裡 好像兩邊在爭 我們男性部隊出 之後女性部隊就不能出 女性部隊出 之後男性部隊就不能出 這個情況 為什麼他們不能swap 但是 你會看到的 他剛好 可能是因為 不可以接觸到 其實 他們是機體和機體之間的 因為你會看到的 第一集裡面 當那部 一接觸到就嚇了 龍拳風 敵人吹龍拳風 突然那個就是 疑似第一季阿波羅的角色 第一季主角阿波羅的角色 都未講究竟為什麼會成為禁忌的合牌 他已經超越了裸體條件實 那就是 當然M和F都不夠 這就要靠主角打 然後主角發動能力的條件都非常吊詭 要有女兒在隔壁 不是 他是要抱著女兒 你女兒在隔壁嗎 女兒在隔壁 跟抱著是兩回事 你有沒有看Face Day 要盡量身體貼合才可以發揮保魔力的效果 你DD都是這樣的 那其實他那個叫做什麼呢 他是要激動的情緒還是什麼 其實是QB的 因為本來你說創性的設定 其實情緒是幾影響元素人的力量發揮的 他的情緒太多 就是好像你去捐什麼 要給片子看 然後跟著 其實他都做了類似跟無印的劇情一樣 就是阿卡利亞昂本身 你當他是類似Eva式的機體 其實都會選人 某程度上他都會選人 強制排出了一部份的駕駛員 剩下花澤 我忘記了花澤那個角色 叫什麼名字 還有掛艷 S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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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髮女 還有額頭有套東西的那個男 是的 浪穿大褲 然後主角就坐了上Z型機 他都知道了 他實現的自己上 那個名字叫寧村 是怪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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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個問題 大家先打斷 為什麼怪鹽會認識女主角 是不是有什麼慣例 妹妹 現在不清楚 未知道 第二季沒有說過 然後上去之後 創性合體 那句話就是明台詞 那句話 你沒得說 一定是合體語 好不然一個機械合體 搞得那麼複雜 主角也是大師 是啊 就是大師明貴 這是第二套大師的作品 這套配音的作品 大師還有一套DD 我們接著會說 接著 其實合體那套 他們男女合不得體 原因就是因為封了扶石 合不得體 即是精髒蛋那條 什麼樣子 你真是精髒蛋的樣子 你不要搶我一對爆 那什麼就是 接著就因為主角的 其實太陽之翼 在這個故事裏面 一個很關鍵 最犯規的能力存在 你不要說我突然間 我又要打斷 打斷來 大家要看回 它是怎麼合化 是M型在上面 F在下面 主角在中間 還是怎樣 主角在上面 主角在頭部 主角在中間 主角在頭部 即是M和M 背著是中間的F 我以為真的 M和F在中間 總之 創性的駕駛員 主駕駛 究竟是怎樣決定 就是以誰做頭 即是誰是頭 頭的位置 就是主駕駛 另外那兩個 就會變成輔助 有肩頭 有很多頭 他的設定上就是這樣 這是創性的設定 這是創性的設定 這是創性的 銀魂的設定 然後其實 合體那個 合體那個時候 大家要看到 他們說很舒服的 那個叫做綁縛狀態 綁縛狀態 可以的 即是簡單來說高潮 你的設定是你 那不重要 其實你要明白 創性裡面 有很多古靈精怪的名詞 你本身要看這套 其實你本身要接受這件事 你接受不到 我覺得現在的人應該很接受 你接受不到 你是看不到這套 我覺得這套 我心裡很喜歡的 我覺得很喜歡的 合體回內了 然後跟著 合體後 就變回 原本的 那個是 空中的 其實是強化版 他比第一集 是不是三一 合體就是不同形態 對 剛才也說過 誰做頭 誰就會變成 Main Pilot 但Main Pilot 只是立即抱著女兒 在喊狗命 很大力氣 你的空型是最好用的 你是三一萬能 這個其實是 發揮元素人的力量 即是誰的元素人的力量 適合對付 誰的總敵人 那個人做頭 那怪人很有事 他們只會預知能力 這個應該不會做頭 這個不清楚 這個 打格鬥戰有用 你預知你做輔助 二主大其實未知他 究竟是不是元素人 其實現在都未清楚 相信應該都會是 理論上應該都會是 應該都是元素人之一 都是其中一個 跟著就 當然 合體過一下之後 就當是第一集的完結 其實是 即是蝦緣了 對 然後先去到第二集 就是跟這個 疑似阿波羅的 角色開片 角色對打 然後很慣 不是 是被其他人遊倫 他沒有打過 嗯 一面都被人打 他有射槍的 始終他 始終他 他不是一個戰鬥的 合理 這個問題 所以 本身就是靠機體硬 所以才 可以頂得住對手的攻擊 他們是廢柴二人組 自稱 都說你不行了 阿姐姐來幫你 然後 難得出呢 什麼 龜波器攻擊 大家安全推 原來神掌 然後 阿花澤 阿Sexca 就教他 怎樣去駕駛 其實駕駛的風 總之 你的動作 和你的 機械人的動作 是會一致的 那想說 他抱著女兒 阿 是女兒抱著她 不是他抱著女兒 公主抱緊 可能 是女兒兩隻手 是固著她的頸 而不是她的手 但有時候 有個位置 是有個 等對著她的 不知道為什麼 有個背 其實在第一集 我有一位 其實在私情部裏 挺煩的 私情部裏 私情部的對白 是很煩的 還在討論 不要合體 學完獎 好煩 他講了四次 差不多四次 不知道三次還是四次 說一次就算了 老殘 他們負責的角色 就是很驚訝 男女是不可以合體 這個不是傳說中的XXX 剛才說 他們爆了汗 他們的角色 就是做這個大角效果 當然不是太理想 不是啊 他要嗚咀給觀眾看 所以大家才知道 這件事很厲害 成功我覺得 至少我不知道 我都知道 這件事很辣 他肯定是厲害 但問題是被人打 那當然 你說第一集 通常都是爆氣 將中波士彈走 這個就固然 但是當然 創性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 基本上 創性所有的招式 除了某些明招式之外 大部分招式都是一次性的 就好像他今次叫做 祝愛衝天突 今次這招 你分分鐘 你當跪完之後 我這招都不會再出現 觸手絕頂突 不是啊 觸外 有這隻HR你不記得 真的 人家叫 觸外 不是 觸手 不是 觸手 不是 他指揮不到 不理 總之創性 很多時候都會是 根據 情況 環境 而即興發揮 某些招式出來 好像就是 當年無印的時候 有這個 不幸 不幸 絕底拳 這個 暗影絲雲掌 大哥 無限拳 3D無限拳 全部類的 有沒有 我要I-MAS 任何類型的招式 總之 都是根據當時的環境 而去出招 即是他真的可以有銀魂螺絲批 或者對卡片的動作 小龍炮攻擊一下 對卡片 對卡片 當然你說 這一季 即第二輯的創性 其實 去到現在為止 其實跟第一 無印的時候 的孔 其實是完全類似的 你說現在差些什麼呢 他還差一個 能夠列為經典的OP 那他就完全是一部 完全的創性 這是兩季還是一季 兩季回來的 那可能有OP2 不用怕 當年這東西 都算是名曲 這首名曲 我知道 是神曲 沒看過都聽過 但現在樹齡說 第二季沒有 第二季未出現 因為第二季未有OP 第一季未有OP 合體版這兩集 是未有OP 要看今個星期的第三集 我們才會知道 究竟 會不會有一首 超神的OP出現 有Angel 就算沒那麼緊 可能留到OP2 中的神 這樣也不行 其實 因為當年創性無影的規制 就是有一首超神的OP 有一個超神的開始 然後有一個超爛的中段 然後有一個超神的結尾 這就是創性 我怕今季都是這樣 又是學心教 這麼奇怪 你說到 麥康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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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 其實創性本身 每一集都會說一些主題向的事情 本身說戰鬥的事情 和故事結構的事情 其實很多時候 第一季裡面 其實沒有太大關聯 只不過是借某些事情 去發揮一些主題 或者一些 topic 所以很多時候 可能在創性的人 覺得中段的劇情 簡直是不知所謂的 當然你說 我們不知道這次第二輯 這個創性究竟 我們期待他有幾不知所謂 不是 有NTR 肯定 肯定 看過預知 都說一面是摧殘的樣子 那當然 其實 我想很多人 都會 留意 一件事 其實因為創性 無印的時候 元素的人 合體次數太多的話 是會出現一個症狀 叫合體依存症 第一季這個症狀 就是 因為仿神狀態 就像毒癮 類似毒癮的情況 而 如果患了這種症狀的人 就會 無時無刻 都會非常之想合體 為什麼說得這麼好 大家第二季都非常期待 這個劇情 會不會做出來 這些是美國隊的性罪犯 是人和合體 機械和人合體 機械和人合體 他是很想 你當是 他先是誰 機械和人 這是病 就是病態 總之 腦前面有些問題 那些 我們很多 有些人看過第一季 看過第一季的人 都很想 第二季究竟 因為女生多了 因為第二季 最重要就是 這次他和花生合體 下一次和一個合體 每次都是三個人合體 每次都是 對 阿強你也是三為一體的劇 當然 我們就不知道 不動司令 會以什麼身份回歸 他站著 最後一角飛 要撞頂他 沒有事 沒關係 他有事 就脫衣 其實 如果他真的 如果他真的 不動司令 他應該 一萬二千歲 二萬四千歲 因為他在無印的故事之前 最初代的阿卡利利隆 就已經是第三位駕駛者 即是他現在的年齡 他應該是二萬四千歲以上 恐龍 恐龍也沒那麼老 大哥 但是你說 以第一集 戰鬥感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 有什麼質疑 覺得他用得不足 他的模組應該是用Marco 這些動作差不多一樣 都是開槍的 不同 不同 因為始終你說Marco 始終是有個 飛行形態 其實他這個主張 都會是陸地戰多 其實你看到 就算 二次阿波羅那個人 他拔了 他 佈下的 手擋腳用 跑跑跳 變成一隻 索斯形的玩法 其實 其實你看到 他幾種的表現 動感 其實做得出的 其實是真的 以今季來說 兩套三套 動態來說 你一定不能說 一定是他最出色的 當然你說 我不計劇情 那些 他們老行 劇情不是應該 暫時都可以的 未主要問題 不過你怕何心搞的話 可能中段有些話 真的又爛了 那當然 你說現在的故事 相信 都會是 因為男女合體的禁忌 那一套 符石就打爆了 然後應該是男女混合校的 然後 應該好像第一季 那樣 就是訓練到尾 然後來一場大戰 當然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改動 但 我想大致上 超級打怪 即是他訓練二十二集 然後一集打 合體 當年是訓練到二十幾集 然後才 廢到中途 就是二十二集 都是訓練劇情 合體 合體 沒什麼做 是這麼好戲 打得好次 大佬 真的 那不清楚 當然你說這個 有很多招式 他這次加入了 有少許馬克克 就是三國聯 其實第一季 要說 雖然說是阿波羅 和 我忘記了那個女主角 叫什麼鬼名 突然之間 就是他們兩個的愛情故事 然後還加上頭刺 頭刺是一個男性 其實跟阿波羅 其實是有二次必要的關係 大家都覺得 因為 頭刺對阿波羅 是非常之有執著的 而今集 不知道 究竟 是否哪個男性角色 又會倒入在裡面 但他那張poster 是中間 男主角 跟著隔離兩條女 所以他這次 就好像變成三國聯 形式 雖然說 幾重三國聯 那不知有多複雜 但站在市場 立場 應該走回兩條線 男女性向通殺 大家都非常擔心 其實最終可能是 因為 說回創性 無印 最後結局 通常都是男女主角 解決這個世界 而 創性的最後一集 三個人合體 就是 男主角 女主角的阿哥 和頭刺三個男性 合體 去拯救這個世界 所以 我們都非常清楚 最後的合體 會不會是 男主角 怪異 再加上 野性的男性 然後三個合體 去拯救世界 男主角死了是三條女合體 你坐了 這個叫BL 救地球 所以大家都 其實現在很多 基人片的人都在開盤 究竟 最後三個合體 究竟是誰呢 現在第一集都四個不看到 我想知道可不可以是 不動司令 加司令 即是學員長 加那個鐵 下巴有釘的 大叔 現在又不是什麼 地球防疫企業 大哥 不要玩這種東西 地球防疫中年 那些是 三個阿君六 中年就業計劃 講完 聲優 聲優 剛才說過 大師就配這個主角 其實大師叫什麼 我們要再說一個 美月貴 那阿君貴 其實這裏都疑似有少少少 弱氣 其實你說 他都是屬於弱氣型 我們都是廢柴 廢柴同盟 廢柴同盟 廢柴同盟的一員 可以說 很好人卡 大佬 你說阿余子 茅野阿姨 我不是說他配得不好 但第一集給印象 覺得很煩 標準的乖乖女 外花型 這裏是正常的 沒什麼特別 花窄的話 就比較 元氣 真的很突出 這次的聲音有變化 這次的聲音有變化 最好笑的是 他在學員說 你作為了 跟Acarina 合體過三次 你應該怎樣怎樣怎樣 但對比阿 我還是想跟男生 合體多些 好笑 他是想試 也是 這裏的聲音 當然很快 掛煙 寧村見一 好笑 我真的很少聽過寧村的聲音 平時 你看今季男子日常 不是 你看男子日常 銀魂力穀 那種聲音 金季的聲音 你說 主要是金季 因為 管一是洋子 做音樂 對 誰 因為中島愛系 在裏面 本身已經是河森 中島愛是誰 好沒有印象 我不喜歡中島愛 潘茶花 但是 應該沒什麼出過 暫時 不用怕路人都會唱歌 然後還有 騰川步 然後 浪川大富 司令就是 杜田設 就是變態 對 變態 都是變態 不要這麼說 人家都正常 第一次做得很正常 你夠膽否定我 我還沒否定你 我說不要這麼說 當然 司令就是 騰元啟致 當然就是 大叔 那整套 現在你說 他真是BL9地球 可以 你還拿著一段 不是 這套東西 當年第一季 最終意想不到 是女主角 被 被男主角排出了機體裡面 然後 然後投資 再加入在機體裡面 然後三人合體去 拯救 拯救這個世界 那時候 我們都覺得是很震撼的 即是他放棄了什麼 他選擇了 然後 然後 第一個叫女主角 再等他一萬二千年 你踢我出來 大哥 再等他一萬二千年 然後再找他 又合體 排什麼 排卵期 那 本身就是一個機人片大作 你可以說 大家應該說 在機體設定上 過了好幾季了 不過你說機體設定上 其實 跟無印的話 其實暫時的分別都沒有去到很大 可能外表沒有變 但裡面的零件都改了 主要 死了零件 主要Apanion 其實你說 它是加了一些PAS 即是有WINDOW 98變WINDOW 7 是啊 部機都沒有去到很大的改變 當然要看另外那兩個形態 作為一個系列作品 應該改變不太大 始終他要承繼 一個傳承 就是 本身男主角應該都是太陽之翼轉世 理論上應該都會是 他如果有 應該都是阿波羅轉世 看看究竟誰是女主角的轉世 其實現在還未知道 那可能 那都是那個 現在大家最有機會 會估計劇情就是 那個疑似阿波羅的角色 和男主角 是把阿波羅的靈魂一分為二 一個劇情是肉體 一個是靈魂 類似這樣的案子 然後就是 看看 阿玉子賴究竟是不是 一萬二千年的女主角轉世 媽媽肉體在這裏 那他們就要三人一起玩 才可以合體阿波羅 最後三人合體得厲害 好恐怖 女主角很差 當然大家都很留意 就是頭次應該是會再出現 一萬二千年前 應該追蹤 應該不止 他也是一個二萬四千年的作品 一直追著阿波羅 追了二萬四千年那麼久 怎麼會有這麼多路不死 你是不是在說一些性轉來的 KM的東西來的 這個我相信就要看看之後的劇情 這個應該都是一個兩季番記的作品 看看到時候 究竟是真的 都是好像第一季 第一季 無印那樣 完全是 神開始 中斷爛 寄完美神 一個神結局 就是頭尾兩三集就算了 中間你可以笑的 中間很多都是拿來笑的 中間有很多合體 應該說 合體就每集都要 這是基本劇情 當然 買玩具也都要 不是 其實本身你說創性 創性很少玩具 因為合體比較 它的合體機制 其實你超合金 都是出了兩三部 難整的 合體之後都像從前面 合體之前的機體完全一樣 其實他站不穩 開頭做創性的時候 機體合體的時候是站不穩的 所以很合理 為什麼他要不斷加腳 有砌的模型都知道 所以當你改版就太瘋了 例如砌那些什麼Super Gundam 或者不斷加一些Arms 你腳要做什麼 加圓粒 砌的模型一定知道 所以男主角是非要加鐵片 很正常 所以我們看看之後 究竟會是怎樣 這套當然就說 機械人大片 我就一定不會錯過 一定會繼續看下去 就算他多難捱都好 這句破了功 好像AGE 我真的看了一集 算吧 不是我期待你是兩個月 兩月兩季之後 是會開專集 在丙這裡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去下一套 好啦